哈喽,大家好,我是彩虹,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沙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,那么距离上次更新之后好像是在国庆之前,国庆的时候啊 那么国庆过了之后呢,又上了七天班啊,那么也比较忙 所以今天星期五,明天休息了,明天休息了 所以今天的话给大家录一期视频啊 好的,那么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讲啊,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把录像啊 好的,那么我们第一把是个什么呢? 好,我们是一个七号位的大忠臣啊,主公选择了这个胖胖的刘善啊 我们的刘小胖啊,刘小胖,那么我们选择了一个我们的蜀汉的元老级人物 廖话啊,不能算是元老级人物啊,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啊,年纪比较大的人 廖话啊,廖话,好的,那么我们起手有一个方天有一个9 我觉得我脑刷一下,我觉得会应该有方天一艘死瑞的节奏啊,包括有铁锁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,有个什么,有个属性杀啊,应该会有个属性杀 好的,那么春哥开了这个五谷啊,我觉得这个雷杀和火杀啊,正在我们招手啊 那我们雷杀火杀随便拿一个啊,随便拿一个,那么推荐一下拿火杀啊,个人推荐拿火杀啊 好的,那么好,我们有铁锁,有9,有方天,有铁锁啊,有属性杀 那么我们当先的时候,我们就能触发方天一艘死瑞配合9火杀啊 好的,那么我们来看一下,到底这个主视角会怎么用啊,这回主视角会怎么用啊 对,春哥刚刚这个聊天说,他有4次,4个回合啊,那当然肯定有4个回合 如果小胖放全给我们,他我们,他就是我们一本身的,就是当先加出牌阶段 加上流善放全的,我们的当先和出牌阶段就是有4个回合啊,就是有4个回合 好的,那么你们铁锁,无限啊,好,我们再来一个铁锁啊,你们无限再多也抵挡不了我们那个啊 好,那么我们9,方天一艘死瑞,那么如果我们正常摸牌再能摸到个9杀的话 我们再能一个9一艘死瑞啊,那么理想很美好啊,现实很残酷,可惜我们摸到了两张杀啊 好的,小胖,look here,look here,好,好,我们方天一艘死瑞啊,又一个方天一艘死瑞啊 这个是比较6的啊,你说一局三国杀,你能看到几次方天一艘死瑞啊,你说不定一局玩20多分钟,一次都见不到啊 那么我们六话,就是配合我们当仙加上小胖的放拳,我们方天一艘死瑞打出了很多啊,打出了很多很多啊 好的,那么你们这个春根啊,炎凉文丑啊,貂蝉啊,你们挡了这么多刀啊,那么该是时候让我们收人头了啊 好的,那么我们已经风骚过后啊,那么,呃,四番已经死了三番啊,那么我不知道另外一个反贼是谁啊,我们看一下他打着孙笨,那么我们看孙笨的行动机,呃,这个出发记录啊 这个,他给黄月音,打无限啊,然后出逃子就貂蝉啊,那他应该就是个大反贼啊,九,哈,那么这个曹子里九杀可以啊, 打出一个属性杀啊,这个铁锁你没打的话,这个属性杀是,这个铁锁有点浪费啊,有点浪费,好的,那么,呃,我们浪已经浪过了啊,浪已经浪过了,他是忠诚,他就是一个大内奸啊,就是个大内奸啊,我们执行一个四倍数啊,活着,黄月音啊,活着,那么,小胖你放谁都可以啊,放谁都可以,那么,还是放曹直吧,曹直手派比较多啊,曹直的手派比较多啊,曹直的手派比较多,那么, 好,我们第一局啊,轻松顺利拿下啊,那么这局的亮点就是,我们的料化啊,就是,出场率并不高的料老爷子啊,这个,方天也能耍得六六的啊,方天也能耍得六六的啊,好的,那么,我们第一局赢了啊,我们为后面的几局啊,博一个好彩头,好的,那么,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把录像啊, 下一把,我们又是一个七号位的大忠诚啊,那么,主公选择了这个全阔第一神将啊,全阔第一神将的影分身啊,借路神啊,借路神,借高地斯路啊,那么,我们看我们选择了谁啊,我们选择了一个大强哥啊,我们的光头强,强哥啊,光头强松哥啊,松哥啊,好的,那么,我们, 嗯,一开始我们就没必要这么愣啊,直接就陷出去啊,这,这一开始,路神也不缺我们这两张啊,也不缺我们这两张啊,那么这个,借周泰的话啊,直接来,这路神啊,其实有点那个啊,有点难的嘛,这两个大坏人啊,这两个大坏人啊,这两个大坏人啊,你,你开五谷也挡不了,你是个大坏人啊,你,周泰开五谷也挡不了,你是个大坏人啊,你,周泰开五谷也挡不了, 我们聊你,周泰,就是个大坏人啊,好的,那么,我们拿一个决斗吧,或者拿个杀啊,都可以啊,那么,主持角拿了一个决斗啊,那么,如果我们展示,那个什么,文将军,著有兵法,一卷龙松关子啊,那么,如果我们展示到一张锦囊牌的话,那我们的,呃,决斗啊,万剑啊,就能有发挥了,有发挥了,好,那么,这个, 路程怎么掉血的啊,应该就是周泰这个龟袜子,看他的啊,好,那么,我们的小马哥,这个马车运出去,肯定就是个大好赢了啊,那么,也不怀疑他是个内奸的可能性啊,好,那么,这个,左慈这个,屌丝来乐我们,哼,你能乐得住我们吗,啊,我们主持角有天过光环啊,好,那么,好的,那么,呃, 嗯,借路神,给了三个,已经明忠诚的鼠船,啊,明忠诚的武将啊,那么,这个,黄盖,也,那么,这个,黄盖,我觉得要去了啊,那么,这个,甲雪还真不敢开大啊,那么,如果,他开大,黄盖手里有个桃子,或者有个九啊,那就,铁锁连舟而行,东无水尸可固啊,那么,黄盖是可以,摸三张的啊, 可以摸三张的,好,那么,我们展示得到的是一张,锦囊啊,展示,展示到一张锦囊的话,那么,我们就开启黄元音模式啊,那么,这个黄元音模式的话,我们使用任何锦囊都能摸啊,包括我们使用乐不自俗,冰凉寸断,闪电啊,好,文殊强制,才能,薄于应酬,好的,那么,我们锦囊没了之后,那么,我们就直接过了啊, 好,那么,这个,你个诸葛金也是个大幻音啊,那么,将军莫绿,且看此图,那么,给,哎哟,我们有路神有联弩的话,我觉得周太去了啊,排不够,啊,已经尽力了啊,那么,二,二,你们二不屈的周太啊,这其实是,喜闻乐见的啊, 你,这个,虽然说周太是一个十七滴血的男影啊,那么,那么,你在路神将面前啊,你就是一个大凡人啊,那人家路神可是神将啊,你周太就是个凡人啊,那么,这个,当然开玩笑啊,是不能说,这全都是人品的问题啊,好的,那么,这个小马格要走了,那么,皇干你就是个大内奸了啊,好的,那么, 也会故障难鸣嘛,那么,我们是忠诚的话,皇干你就是个大内奸,啊,你就是个大内奸,好,那么,我们应该要过牌给路神啊,过两张杀啊,将军莫绿,且看此图,那么,给闪的话,路神会卡连营啊,这个闪给的有点瞎啊,好,那么, 那么,那么,那么,这个,路神的话就没杀了啊,估计就卡了一张闪,那么,荣我过木,极客涌来,那么,砸,砸,先把诸葛金给砸了啊,好的,那么,就,哈,那么,这个肯定要闪啊,好的,那么, 这个假许的话就只能来干我们了啊,那么,这个,两个忠诚,啊,两个反贼死了,啊,忠诚内奸也死了,一个忠诚内奸死了,那么,只剩下我们, 主,主中反反,主中反反,那么,我们就先盯着,这个,诸葛金打吧,好的,那么,你来逛我们呢,你回河外就等失去防御了啊,好的,那么,哈,那么,这个假许的八卦你不要太,太那个啊,好,那么,这个, 这个假许大,这个大开的是非常好的啊,可以的非常好的啊,那么,你拿一个桃子,你的作用也不会,不是很大啊,好的,那么,容我过木,极客涌来,先把你八卦给拔了啊,先把你八卦拔了,那你,在路神连路的威慑下,我觉得你很快就要去了,很快就要去了,那么,借刀哈银,那么,我们不用盼八卦,我们就有一张闪啊,我们就有一张闪, 容我过木,好,那么,看你足不足啊,不足我们还有,我们展示到的是基本牌啊,我们展到展示的是基本牌,那么,这个假许绝对是死于嵌血状态的啊,那么,万一我们这张杀杀下去,我们再来杀啊,那,这个假许,脱脱的啊,死于嵌血状态啊,死于嵌血状态,好的,那么,我们来看一下,下一把啊,下一把 下一把我们是个四号位的大忠诚啊,那么,这个,我们这局啊,忠诚啊,我记得下一把好像也是个大忠诚啊,也是个大忠诚,那么,这把不得了了啊,确实是个大忠诚啊,那你说,关索他大不大啊,肯定大啊,肯定大啊,那么,何况主公又是个打工皇帝啊,那么,绝对会啊,会来给我们打工啊,就算打不了工,我们手里有一张神南蛮啊,有张神南蛮啊,有张神南蛮啊, 说不定这张南蛮还真成神南蛮啊,好的,那么,弓箭手,哦,准备犯件,准备开啊,那么,这个国家,你竟然不识相啊,不给我们的大公皇帝,这个补给粮食啊,那你,大欢迎啊,大欢迎,那你如果,你如果一开始给我袁绍补一张啊,说不定袁绍还来出个头来救救你是不是,好的,那么,你竟然不识抬局的话,我觉得你应该会守贵啊,你应该会守贵 好,那么,这个打工皇帝会不会给我们忠诚打工呢,会不会给我们大忠诚打工啊,那么,我们这个也没必要卖啊,因为,我们关锁啊,就是不能先死啊,不能先死,我们活到越久啊,这个越有发挥啊,越有发挥,好的,那么,这个, 我们的少哥啊,我们打工皇帝,打了光头墙啊,因为光头墙起手,和郭家一样,没有去助攻元少啊,那打他,你,你就等着背忙吧,等着背忙啊,好的,那么这个,郭家,来,开个万箭啊,觉得,这个张松哪怕你是个忠诚啊,我觉得我们也是赚的啊,我们也是赚的啊,好的,那么,我们这张南蛮,还真成了神南蛮啊, 还真成了神南蛮,好的,那么,雷哈啊,那么,刚刚,这个,袁绍杀你啊,你没闪,那你这轮也不怎么可能有闪呢啊,好的,那么,我们三张人头牌,加上三张真南蛮,我们三加三,摸六张啊,好的,那么,这个, 我们这个,我们这个南蛮,真是神南蛮啊,真是神南蛮,好,那么,赶快啊,这么多牌啊,我觉得,我们要唱一首歌了啊,我们要唱什么歌呢啊, AK在哪里啊,AK在哪里啊,AK在哪里,AK在那小朋友的苦当里,好,那么,我们这首歌一唱啊,我觉得啊,这首歌一唱,肯定会有AK啊,而且AK肯定会在,肯定会被我们拿到啊,肯定会被我们拿到啊,那么,至于怎么拿到啊,那么,大家拭目以待啊,至于拭目以待,那么,这个,诸葛克也比较拼啊, 你,幸亏你还有个桃子啊,那你,如果你没有桃子啊,那么,我们光手就呵呵一笑啊,我们呵呵一笑,我们不管怎么死的啊,不管你怎么死的,只要有人死啊,我们就能摸三张牌啊,我们就能摸三张牌,好,那么,这个,诸葛克你再奥财啊,我们有两刀啊,我们有两刀啊,我们有两刀,就算我们没有捡一马,也能干到你啊,因为场上有个黄月音啊,场上有个妹子,我们就能砍到你啊,好的, 那么,我们获得了最后一个技能,纳蛮啊,纳蛮,啊,至蛮啊,至蛮,不是纳蛮啊,好的,那么,过河拆桥格斗啊,格斗,就这样吧,火攻,火攻,好吧,我们没有红桃,那么我们就直接过吧,我们直接就过吧,这个,我觉得打工皇帝,应该也做不出很大贡献了啊,中中生有,我觉得你还是留,留一些手牌, 保保命啊,保保命,你能存三张手牌呢,能存三张手牌,好的,那么,哈,这个,好,原因,袁绍,抵住啊,抵住,好,那么,我们看啊,呃,郭佳装了连弩啊,那么,这个连弩肯定是我们的啊,不用看,我们有减一马加上,呃,这个,邪方,撩妹神技啊,你有沈嘉宜,我们也,也能拿杀的到啊,那么,哈一下,那你,我们可以防止你伤害, 拿你一张武器牌啊,把你的连弩拿了,那么,好,所以啊,我们,所以的那,那,那,那一,那一首连弩之歌啊,可不是白唱的啊,可不是白唱的,好的,那么,这个连弩,那么,我觉得,戒兆云肯定去的啊,肯定是去的啊,好,那么,你只要挨脚不要太给力啊,我们肯定会,肯定会把你干掉啊,肯定会把你干掉啊,那么,我们三张杀啊,肯定三张杀啊, 这个没必要浪了啊,没必要浪,直接掉他血就行了啊,直接掉他血,好,末将愿成复制,随丞相出征啊,轻松的拿下这一局啊,那么,主公也顺带着,哦,不是,不是顺,主公顺带着,是我们顺带着,带主公躺赢啊,不是,主公带我们躺赢啊,我们带主公躺赢啊, 那主公下的都已经一血脱管了啊,好的,那么,我们是这个,应该是我们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把录像了啊,我们又是一个七号位的大忠诚啊,我记得最后吧,也是个大忠诚啊,好的,那么,我们是选择了跟,呃,在三国演义里面啊,跟刘善啊,是兄弟的啊,因为在三国演义里面,刘峰是我们刘老板啊,刘备的义子啊,那么,那么, 既然是义子啊,肯定是跟刘善是兄弟啊,好的,那么,刚刚谁来,嗯,连我们呢,我们来看一下啊,我们来看一下,刘善对我们发动了连弩,那么,发动了贴锁,其实我们贴边位,刘善啊,这个动动脑子啊,我们贴边位刘峰啊,肯定,哦,不是说是肯定啊,嗯,这个忠诚属性是很大的啊,那么,你既然来锁我们也没 没事啊,好的,那么,这个灵童,他是一个,他没去扒留善啊,他好像没去扒留善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,他干什么啊,旋风,这看不出来啊,他反正,扒的是左辞啊,还是左辞干了什么啊,左辞干了什么啊,我们来看一下左辞干了什么啊,这看不出来啊,我们看二号位,左辞啊, 对黄盖啊,对黄盖弄了什么啊,他没去火宫留善啊,那他是个大忠诚,那么,他就是个大反贼啊,他就是个大反贼啊,好的,那么,爱飞四寿黄温,这个,我刚刚还没说完,这么,这个左,左大仙就已经死了啊,好的,那么,你死吧,那么,我们来给你报仇啊,我们来给你报仇啊,那么,这个也是个大坏人啊, 好,那么,剩下的我们都可以视为是大坏人,至于谁是内奸的话,我们就看啊,我们谁是,好的,那么,这个,我们现在肯定是成了主嘲讽啊,因为,这个我们有,抢牌神,不能说抢牌神器啊,我们有破坏手牌的能力啊,包括我们还有破坏装备的能力,好,习人于不义,溃敌于无形,淘一个,淘两个,淘一,淘退,淘3,淘一,淘二,淘3,淘一,淘二,淘3, 好,在我们没有那个啊,好的,那么,这个,流血的话,在我们边上啊,正好,被他逮到了啊,那他技能天命,又能销我们逆,砍我们一刀啊,这个有点那个啊,有点伤啊,那么,最好我们来个藤甲,或者来个省甲仪,让流血来销不到我们啊,好的,那么,这个,马超千万别来报我们菊花啊,别来报我们菊花啊, 好的,那么,冰凉寸断,那么,从他冰流血来说啊,好,那么,他是个大内奸啊,不解释为什么他是内奸啊,因为我们是个大忠臣啊,但他怎么可能再是忠臣啊,忠臣在佐词呢,已经死了啊,那么,他肯定是个大内奸了,这没,没必要那个了啊,好,那么,这个,我们来借着马超之力来,让马超给我们打打工啊,毕竟因为我们祖宗方没有输出啊,这个,我们流风是控制了啊, 通常啊,小胖又是一个助攻的,那么,何况我们流风又不是一个攻击型武将啊,所以,呃,流风放圈给我,我们最多也就多发动几次线四啊,就多发几次拍啊,好,这可如何是好,那么,我们来了个神藤甲啊,来了个神藤甲,好的,那么,呃,这个藤甲的话,我们应该能卡他们一段时间啊,可能卡他们一段时间啊, 那么,这个闪电的话,有可能会来导我们乱啊,来,有可能这个闪电会来导,给我们捣乱,那么,我们顺势的话,应该,能不能把这个闪电给拆了,来,或者来顺了啊,好的,那么,和拆桥,把这个闪电给拆了啊,那么,这不拆啊,好吧,那不拆就不拆啊,流血说四血小胖觉醒啊,那么,常常都是四血,那么, 那么,流善也是四血,那么,他就是场上最少,而血量最少或之一的啊,那么,他觉醒当然是理所应当的啊,那那么,这个万剑我们就留着啊,那么,说不定真成一个神万剑啊,好,那么,我们来,中中生游,决斗一,啊,不对,杀一,决斗二,那么,剑剑齐发啊,那么,这个剑剑齐发,还没放啊,那我觉得,存一轮的话也行啊,那当然,这个, 提前放着,说了张飞的人头的话,我觉得这个马超会提前来杀我们啊,那么,说到这马超已经来干我们了啊,好,那么,剑剑齐发,牛本是再来救啊,好,救的话,我们救火山啊,就缺一个铁锁,如果有铁锁的话,这个灵桶的话,能顺势打残他,能顺势打残灵桶啊,好,那么,习人于不义,溃敌于无形,那么,这个灵桶竟然脱管的话,我们就顺势干马超啊, 好的,那么,这烧中了也没事啊,烧中了也没事啊,好的,习人于不义,溃敌于无形啊,哈,啊哈,不死的话,小胖来放权一个我们啊,放权一个我们啊,好,那么,杀啊,联弩也来了,联弩也来了, 请将我葬在西凉之地啊,那么,正好我们十八个逆啊,十八个逆,把这个灵桶给吓得逃跑了啊,把灵桶吓得给逃跑了,好的,那么,本期视频的话,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哦,那么,结束之前啊,就是,喜闻乐见的啊,就是传说当中,不是喜闻乐见啊,就是老生常谈的一句啊,那就是传说当中的谢谢大家了,好了,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